开始经过了七个小时的闭门调解 还是破局了 对此工会表示 19日将会召开会员大会 讨论未来的动向 不排除要罢工 而常常航空也召开了记者会 表明态度 工会 加油 工会人员排排站 举起手目光坚定 为自己打气 常常航空劳资调解 来到第三回 17日早上9点半开始调解 经过七个小时协调 还是宣告调解不成立 因为刚刚在过程中 四方拿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跟上一次的调解没有差别 有可能也进到罢工吗 不排除 常常航空与空服原职业工会 从2017年4月开始 就进行多达20次的团体协商 去年底向桃园市府提出调解申请 经过三次调解通通破局 当方提出12项诉求 其中在疲劳航班 外占津贴内涵进搭便车条款 人民会考评还有劳工董事等议题 无法达成共识 公会表示19日将会召开会员大会讨论 更强调不排除罢工 对此常航空也召开记者会说明情况 可能公会的数据是希望能够比较跳钥匙的 但是公司的过去几年来 一直做的就是所谓的渐进式的 我们还是呼吁不管是怎么样 都是一家人 常人针对协商破局原因主义说明 同时也表示劳资还是一家人 向劳方能够回到桌上好好谈 不要罢工以免造成劳资与旅客三书局面 接下来英语长谈论报道 不过来的